接着我们来看165页还有最后一句话 没有跟各位前前解释 讲到了掩耳鼻舌声那义根 义根就是第六意识的思维心 在经书的翻语上面把它翻成肉团心 因为通常我们认为会思维就是有这一颗心 对不对 所以以它来比喻我们的第六意识心 那这个肉团心在哪里 心脏都挂在里面 对不对 挂在里面 那我这个心的意思是从哪里分别的 是对静而生的分别 当外面的静一件事情发生 一件事情结束 这个叫做生灭 有来有去有各种变化 对于外境的种种变化 我们里面就起了种种的分别 比如说顺境来的时候 我们就满心的开怀 对不对 比如说逆境要去的时候 我们也很高兴 但是当我们处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就很不痛快了 这就是你对一切境 它的来去里面 我们产生的分别性 那这种分别 后学一再强调 是来自个人的主观意识 所以每一个人承受的顺逆境的感觉是不一样 小孩子他正在吃糖果 你把他抢过来 他会哇哇大哭的 现在你任何人在下面吃东西 任何一个道庆放你抢过来 你大概觉得你敢吃你就拿去吃啊 会哇哇大哭的应该没有吧 有的话就勇敢的举手 对不对 应该不会 为什么 你的能量大了 不再会因为些微的小东西有没有 斤斤计较 而有情绪性的激烈反应 所以我们对于顺逆境的承担 是跟个人的心量有关系的 那个心量也是来自于 你对这个色身肉体的贪爱有多少 你贪爱的越多 你些微跟他有关的事 都会让你心神不得 所以总括一切还是来自于色身的执着 那里面有谈到哦 他说这一个知经应法 法就是法成 外面种种一些环境的变化 跟眼睛看似耳朵纹身是不一样的 所有一切的变化都有法成 眼睛看到好的 眉开眼笑 看到不好的有没有 你就会嗤之以鼻 本来我们的六根 我们的五根对外面的五成 看得到的听得到的一切的进 你应该只是献那个像而已 就是因为你还有一个 第六意识的主观意识 跟着前面的五根 在接收外面讯息的 他同时升起 第六意识为什么叫法成 原本万物只是如其本来 没有好坏美丑之别 你能跟我讲 你觉得青蛙丑 你觉得蝌蚪很可爱吗 那是你个人的主观意识 像后绝觉得蛇很恐怖 有没有 然后觉得孔雀好可爱 那有些玩蛇的人不这样想 那也是主观意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还原 接受万物如其本来 不在当中加上自己的主观意识 他第六意识的法成就不能起作用 偏偏人在凡夫地熏行已久 很喜欢一切尽用自己的自我意识 去做一个裁判 所以五根接受外境的时候 第六意识同时升起 所以你接受到的东西 都已经失掉他本来的面目了 为什么 蒙成了被你的主观意识覆盖在上面 而让你看不见 这一个东西本来的一个形体 看不到 我们爱自己的孩子 只要跟自己孩子有关的 好的我们就很乐意接受 不好的我们一定先为他找开脱的借口 对不对 这是很本能的 父母对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 嫌有几个能够大功无私说 这是我孩子的错 即便现在在道场上 我们几十年的道林了 也是有道青 这一方面还是做得不够 不见自己的人的过 只要跟我有关系的人 我喜欢的道青 或者跟我有血缘关系 认识比较多的 他犯的错都没错 错一定是旁边跟他不相干的人 这些都是强烈的主观意识 产生的什么 那种党同的私心 党就是跟你有交情的 你就认同 没有交情的你就排斥 这种现象 即便在今天的道场 还是不断的看到 这个就是最悲哀的地方 那我们不要说去法治 连我之都没去 你在一个小团体里面 都有这样子一个 所谓的私心偏见 你步入到外面的社会上 你有多大的度量包容别人 他叫这个骗人 就像你不好顺 不孝顺自己的父母 你说你会尊敬别人的老人 我说骗人 那这边你没有看到自己内心浅藏的 窩肮脏的一个心念 有动机的 所以你不断的听道理 就是在于去掌养自己那种勇敢去面对自己 承认自己不如自己所想的那么伟大 那么亲民 那么善良 当你能够看到自己龌龊的一面 你才会有改进的一面 知过才能改过啊 圣人讲从凡夫到成佛 四个字够你能够过关斩将 知过改过 你不知过 你怎么能够改过 当时知过要先见过 人若不见己过 你就不知过嘛 不知过你年底的年忏 到底在忏什么呢 我说的是忏好玩的 忏惯力的 年代都有这段 所以我们就照项这段来 像大家都过年 过年到底过什么意思 我哪知道 但是睡觉就这样过年就过去了 不知其所谓 所以不要放松自己 我讲道的尊贵殊胜 在于我们的修养能够高于别人 不在于其他的地方 那个都是外相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其实虚妄的东西 连真假都不算了 他有什么尊贵可言 所以这是法诚 所以看到每一个人都礼尽 没有富贵贤于不孝 那么五根是叫做成所作事 他展现了外境 你接收到讯息 不要有第六意识的主观意识 那个就是我们 在人间轮回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第六意识 对境不起现行 你就在一切记里面 如鱼得水 我吃什么都好 我做什么都好 你讲什么我都好 没有中原尼尔 也没有良药苦口 为什么 那就是一句话 好的话我提过来 我来改进我自己 你觉得不好听的话 与我而言还是好话 因为只要与我能受益 他都叫做好的 他没有好坏之别 所以不要太对自己宽容 宽容就不见己恶 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哀 小团体的执着 扩展到大团体 他就要出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166页 阿难 如是六根 这是看到经文 还是在看经文 如是六根 这六根 有笔绝名 有名名绝 有笔绝名 这是指我们的真如本性 妙名本性 这个妙名本性 本来一成不染 但是有名名绝 当我们一念的无名心动 这个名 第一个名 有名的名 就是你一个念头进来 就让这个原名的本性 有没有 开始不明了 乌云葬日了 你看我们一天当中 多少的起心动念 他有多少的念头 在里面去回旋 在里面去覆盖原名的本性 所以为什么教各位 你要练三宝心法 你不念 你就不能指妄念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本事不念 你如果不去用一个正念 不用一句佛号 你的脑袋瓜里面的二六十种 起的都是妄念 没有一个是好的念头 除非你能够做到菩萨的修养 昼夜常 思维善法 意念善法 起心动念 都是想着要如何去帮助别人的 有几位有这样的修养 那是菩萨的境界 他没事不起心动念 他凡起心动念 都是想我怎么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我们做不到 开眼想到 今天那么寒 我要穿什么 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会起来 今天那么寒 我今天就要休门吗 好吗 但是我们对每一个境 都会起一个念头 顺着这个念头 没有指标 又这个念头 带出下面一个念头 念念相续不断 你的行为就一直照做不停 你要复明本性 谈何容易啊 所以才叫你们要不断的去念 那个五字真言 要不然就没事的时候 家里面常放那个 拿摩弥勒佛的圣号 要听习惯啊 你听习惯灵终的那一念 才能够谋弥勒佛的接引啊 你都听不习惯了 你还要让他接你 怎么接啊 你跟他根本心不连心啊 讯号都 频率都接不通 他怎么接你 你不动心 他那边就不动 众生有感 菩萨有应啊 必须我们凡夫有所求 菩萨才会应 他会说没问题 出色出事 这样他就不是菩萨哦 世间有重心 希望佛祖菩萨 给他改教 佛祖菩萨 才来自的世间 导庄降世 不是他自己要来哦 他一切随顺众生的意思 他不是整天起心动念 我不要来救人 不要来救人 你们这样就五次哦 那不是附走哦 是我们有感 他就有应 应就是回应我们的感 感是什么 你动念希望佛祖来 人在临终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 99.99999的各位前嫌 都是痛苦的 你在痛苦的当下 你一定希望有人 帮你解脱 你必须在那一念 是寄托在圣号之上的 那现在就没习惯了 我够习惯的习惯 那你就违反了什么 佛陀讲了所有的道理 那个时候 夜宪前 奔本由不得理 今晚由得你 你还懒得听 不习惯听 听得到 动作自己死啊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你还说要破我执 你还说要见弥勒佛 要见老母 那都是讲着好玩的 你不想他 他就不来 那你该怎么痛 就怎么痛吧 我讲难听就是这样子 你该怎么痛 就怎么痛 因为你不想他 给你一句五字真言 你们不是说通天的密咒吗 这个时候就不通天了 对不对 所以没事的时候 平常没有养成习惯 你有事用不出来的 要练成自转法轮 那个要功夫累积的 那个不是一年两年 你就能自转 本能要能够让你看到 事实的真相 那要多久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情弦 五字真言要练 其他都不要讲 光一个五字真言要好好练 施笔今了年望发光 圆明的真如自信 无所不照 无所不明的 因为一念的旺心起来 让圆明的自信 那一种的能见 有没有 照见万物本来像的 那种能力不见 年望发光 乌云碧玉的意思 这一片乌云飞过来 黏在这个上面 有没有 不能发光 发的光是有限的 事已如今 离岸离明 你无有见题 你就注意看 阿难 你看你的六根 现在觉得有 但是如果没有明暗 你就看不到东西 我们如果今天在晚上 把里面的灯光割掉 把窗帘拉上 有眼睛你看不到东西 因为眼睛只是一个工具 他还需要其他工具的辅佐 我们才有能见的力量 对不对 在凡夫地 你没有光线 你就看不到 是不是 可是原本我们的真如自信 不需要借助光的 人间有黑有亮 那晚上的时候 菩萨有带着光来找我们吗 没有吧 我们停电的时候 有没有会为非作胆 菩萨照样在旁边 记录我们的善根恶 他为什么也跟我们一样 那为什么他的眼 就没有光线的 那种所谓的障碍呢 但是人家已经修养 不再受六根的拘束 但是我们人在凡夫地 还有六根的拘束 所以没有明暗 你就看不到 耳朵能听 我不动没有声音 你能听吗 就没有声音了 你就耳朵就失去功能了 所以如果没有 鼻子有没有 没有通色的这种感觉 你根本就感觉不出来 鼻子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是很在意 鼻子要高一点的话 这些都是 假如没有外境 那个我闻到什么 你看 无通无色 嗅性不深 外面如果没有任何味道的一个产生 你会闻到味道吗 闻不到吗 你在现在你有闻到厨房什么味道吗 闻不到啊 可是等我们下到一楼 东西搬出来就闻到了 是好闻的 还是什么 不好闻的 好不好闻 看自己的意思 所以飞变飞甜 藏无出去 如果没有东西过来 没有味道的变化 你会尝出味道吗 也没有啊 如果外面没有任何遗物 你的身体要去 什么东西碰到什么 都没有 你立在这边虚空的时候 请问你 你碰到什么 你离开什么 总不能说我碰到空气 我离开空气吧 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五根的 所有的感觉 是因为有外面的五种境 眼耳鼻舌声 对应外面的色声香味处 我们才产生了这种感觉 我看到什么 我听到什么 然后当这个感觉产生是第六意识的法成 接着萌生 为什么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意识 于是我们的六根开始发出了虚妄的一种功用 虚妄的功用就是你有主观意识以后 那个见闻觉知都已经不是真如自信 所产生的那种妙作用没有 陷入到一个盲点 所以大家社尊者接受那个平起的那个老起坡的烧水供养的时候 人家甘之如鱼 我们也想 哎呀 我如果这样淋下去就像大家社 没有中途 穿那个灶口 看前几天那些臭层的东西 放一瓦来 但是我跟你说 然后大家社是吞下去的时候 真的像甘露水一样 我们是要不要穿起 然后眉毛皱在一起 眼睛不要张 不要看到里面 屁啊不要穿起 这样没有品 那个味道 嘴巴喝下去 这样臭层 但是不要说出来 但是这种情形淋下去的 跟人家的主念是不敢 你还在分别 只是勉强接受 不可以这样吃 这样吃下去不好 所以大家社吃下去没事情 但吃下去随着什么 为什么 生理心理带动生理 差异就在这里 要练到这样的程度 六根对应六成 不再有的主观意识 就失去了那种 自己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的感觉 所以这边就在谈 乳蛋不询 你看 乳蛋不询 我们看经文 不询动静 这个是什么 声音 合理是身体 甜辩是味道 通赛是鼻子 生面是我们的第六意识 然后明暗是眼睛 只要外境的所有外境的变化 你不要被外境所影响 叫做不曲 不要被他牵着走 如是十二诸有为笑 这些都是因缘法 你只要不被外境所牵着走 那你随把一根眼睛对射 不生心了 不生心 不要马上看到这个美那个丑 这一定看起来是 这人没起来 这些是好人 这些坏人 这些有钱人 这些散彩人 你拔一根不落入分别对待 拖连内服 把那个最初的那个妄念 覆盖在真如自信上的那种无名 你拔掉了 拖连 把它拔掉了 就浮归原真 就回到我们的原原本性 发本明药 你自信里面 本来所产生的那个什么 那个信德 完全能流露出来 在那个时候有没有 你就没有近世 远世乱世 黄斑病变 青光眼 白光眼都奈何不了你 后面就会讲出来 所以你可以不要花钱 我们国家健保 可以不用支出那么多 如果每个人都修行 你看这个世界多好 也不用交那么多税 给大家看病 医院也可以改做其他的行业 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想心 创造了这么多有没有 美其名叫做 照顾我们身体的行业 所以一个只要发明 我们讲 那就表示六根的主人 只有一个嘛 对不对 其余的那种就是拔掉 所以无名就是你一个 我执盖在那边 你把我执拔掉 看东西不再觉得 有好恶美丑之别 你听声音就能够顺耳 一定如此 因为他淡化的不是眼睛看的能力 而是你内在的我执去化的越来越多了 这个跟前面的145页 浮环圆绝得名圆绝 是一样的意思 提给你们听而已 所以不由前程所起之见 不由 由就是从 不要跟着前程往事 什么叫前程往事 外面的境界 分分秒秒往前在奔串 我们看着现在讲 上一节课跟现在这一节课 实际上每一节课 一分一秒 甚至更细微的 他都是在不断的往前去奔放 对不对 你不要跟着外境的变化 而去带起我们的知见 所起的知见 这个不由就是不从 不要跟从着外境的变化 而带动我们的知见 外病变好变慢变丑 那是外面的事情 跟我们不相干 对不对 明不寻根 记根明发 那这个真如自信 它所产生的作用 就不见得是要 依寻着你的六根 不见得眼睛才能看 耳朵才能听 不需要依着眼睛 你也能看 记根明发 记在任何一根 这个根 六根里面的任何一根 跟这个根一样 它都能够产生 互相替代的作用 眼睛可以看 可以听 可以闻 可以摸 还可以吃东西 你不要说 我眼睛常常吃 冰淇淋也在吃 对不起 那是不正常的 那个是 清涂的人的一个讲法 你的六根是可以替代 你手拿出来 就可以知道 别人在看什么想什么 我们现在手拿出来 什么作用都没有 你如果没什么 我就空空了 所以六根 只要去旺就能够 六根就可以互用 为什么 本来没有六根 是妄念把它创建出来 这么一个外在的 浮沉六根的像 你如果把这个妄念拔掉 这个六根 它就可以互相替用 根性是一样 什么时候可以达到 这样的妙功用 各位前前 实性满位 实性修满 要进入到实柱 那这样子 大概什么样的层次 前人打开通电话给我 前两天 问我为什么有四十二位 有五十二位 他问我到底凡夫成佛 从凡夫地 起修到成佛 要经过几位 我说人员经讲五十五位 有的经讲五十二位 有的经讲四十二位 他说那到底是几位 我说你分开来就知道 那平常怎么没讲 我说跟这个没关系 要讲他干嘛 他以后上课你要讲 我说哦 有命不敢为 所以马上跟各位前面讲 那为什么以前不敢讲 以前让你们自己在那边 自己闭着门 空欢喜 自己都冻着 自己是大菩萨 我这些人想完 后面没来 你现在看看 你现在到底站在哪里 你没买来 你有那个主角说你没买来 你动着你外面的事情 做多少你就不用来 那这样信仁说的 都是八位 都是八十位 没可能 你在世间有一项东西 你没给他碰 你就一定要来这个世间 五十五位 四十二位从哪里来 没有关系 细分而已 就像我们讲 这是一个人 然后人有头 头有五官 细分而已 这是一个过程 五十五位 你看 十信十住 十行十回向 这个修到第十位 十信第一个修完 你的六根可以替用 那这个时候 各位前线 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阿罗汉 阿罗汉的境界 所以我们才讲 他有六神通 对不对 那你有了吗 有这样资格 你才可以说 我不用来了 你有了吗 你中度用你的手来吃 看看 你如果可以吞下去 可以消化 你就可以说 我不用来 你就看到了 你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就老老实实在想 你必然要来这个世间 各位前 你看 九信位 我以前讲我自己 绕起的事情 过去后期看到实信 我想 阿 我对道的信心 已经不是只有六级七级 我已经 十足的信心 打死不退了 我当作是这个信心 那这样 我们在座都没问题 我们都是阿罗汉 但是这个信 不是跟我们这样 如果命 那这样解释都不通了 我们对道很有信心 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自己去详细 靠完之后 才对自己过去 那种错误的知见 我是觉得 有一点荒唐好笑 我现在不跟别人说 我现在要收回来 也欧收 四个人在走 在哪里说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过去没说 你看九信位 破戒内成杀 三戒之内什么 众生的无名 你都要清楚 这个已经不是破戒之二祸 那是虚头环 破成杀无名祸 他就能够为什么 会三戒内的众生说法 三戒 玉戒 色戒 无色戒 他能够跟他讲经说法 九信位具备这种成果 那是什么位置 大概是在无色戒天的 三三 应该是阿纳汉 不是阿纳汉 就是诗头环 三果圣人 那我们现在要跟谁讲 跟人就说不通 对吧 跟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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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通 还要跟其他的 玉戒的人通 色戒 无色戒的人通 那叫他不通 你连九信都不剩 十信 破戒外成杀 三戒内的权类的无名 都破掉了 所以这个位置 各位前贤 他还远高于什么 远高于所谓的阿罗汉 你要了解 因为他要能为 三圣圣人说法 这个才叫做 破尘杀烦恼 什么叫破尘杀烦恼 我可以 冠金说法 解冠别人的问题 见识破 见识二 或是破自己的执着 自己的无名 尘杀烦恼 是你有能力帮别人破 所以你现在 没要欧道理 你这关要怎么破 你自己的那个所谓 一天一天过去 这个地位就出来 你没可能 所以理不明 师尊有讲 你道难修嘛 你说没问题 我外面做事情 做很多 做很多很多 或许再一次提醒各位前贤 我们所做的福 不是由会出来的 都叫做福报 福报就是财富是得富贵 法富是得聪明 无畏是得健康 后世人把这些小肝 把人们都回去 你都健康好 但没事情 后世人我头头就聚了 下面我做生意很会赚钱 那个也叫做聪明 但是不是用来修道的 出世的智慧 所以所做的一切 没有从会衍生出去的 那个都叫做福报 那会种六道轮回的种子 什么叫做游会 游会出去的 它是没落入分别对待 没有说这是你的工作 这是我的工作 没有这种美国事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从会出去 有没有从会 没有 你六道怎么出啊 那是福报啊 那这个会从哪里来 从听经文法而来 没有其他的方法的 只有这一条路 所以三教的圣证就讲 你不熏习 你不接受道理 你跟我做 你做的是大事 不是道 道是从良心本性出去的 那是你本来的妙智慧 产生的作用 所以沉沙烦恼是为别人破 能够替别人讲经说法 这是五十五位次 那讲四十二个位次 是怎么样呢 把这个十姓位 跟十柱合在一起了 或者四加行没有列进去 十姓十柱 十姓十回向 各位前到这个地方 十姓十 这是至内圣明明德的功夫 十行就要行外王的功夫 要行立人之德 十回向是把你所行的一切外王功夫 回向给所有司法界的众生 这个四个位置叫做地前菩萨 如果把它合在一起 这个就叫做三贤位 还不是圣人哦 那还叫做驱身物 也叫做见到位 然后一般观过到了等觉 从这边到这边要多久 一大阿僧其节 修实地菩萨一大阿僧其节 一大阿僧其节有多久 不要再讲时间 讲下去中午饭都吃不下去了 这样我继续要想多久 所以你不要想很多 你只要想 我要现在怎么出三界就好 眼前能解决 后面慢慢提升嘛 对不对 我小学都不能毕业了 我还要去读研究所 要读哪里 一般都会多 那你眼前要出上很简单 六根对六成 不深心不动念 就可以了 那答案也很简单 所以中午从吃饭就开始试验 对不对 其实在一切剂里面断自己 让自己面对一切剂 吃东西做事情 我都能够安然自在 你不要小看这一副功夫 这个就是淡化了 你给第六仪式的那种 我之的观念 我们就是太轻忽这样子 太轻忽这种简单的功夫 所以我们的无名就永远那么重 我之永远就那么强 最后害自己白白上命 我有时候在想 人命为什么不能改 你有拖的机会 因为你不改自己的个性 你就改不了你的命 你要延年欲寿 你就必须突破 那个命带来的束缚 那个命是来自于我之 所以你要去跳跃命格的束缚 就要突破我之 对自己所产生的障碍 道理很简单的 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 所以我们要互相彼此勉励 互相鼓励 总希望大家的将来回去都很好 让我们师尊师母也高兴一下 对不对 道兄弟姐妹 这是55个位置 到这边才叫做就近圆满 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三大阿僧奇节患得这一刻 你以为他去水山出家 修了几年就成佛了 那时你没有看到前面这些位置 所以才讲 离有顿悟是要见修 我现在明白 明白的不表示你做到了 明白只是开始 门打开 后面一步一步要往前去走 所以阿难如其不知 释迦牟尼佛为了怕众生不相信 他就举与会的大众 有这么多已经修行成圣人的修养奖 与会中阿纳律陀无目而见 阿纳律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 那也是王子出身 但是他累世可能业力所障 他上课他就睡觉 你说那个江叔没怎么说 不好意思 那个江叔好像世家母女父 你看他会怎么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什么时间上课 上课他就睡觉 他自己讲 蕊式的夜所居 所以你爱睡觉 你要小心 释迦牟尼佛斥责他什么句话 堕堕呼为睡 罗斯放壳类 上课你就睡 一岁一千年不闻佛名字 后世人给你转世 去做什么 放壳什么东西 那个盖子合在那边 有没有因为免败起来继续睡 在海底下就睡 可怕不闻佛名字 释迦牟尼佛公开这样赫赐阿娜女 阿娜女觉得好惭愧 回去发精进心 那如果让人这样说明天我没来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承圣啊 人家就能承 七天七夜不睡觉 独经研究道理 可是人家的身体是肉做的 你这样做也不对啊 所以他七天七夜不睡觉 他就眼睛瞎了 眼睛瞎了 出家人大行大事要自己做 衣服破了要自己缝 他没有办法缝 生活作息极为不方便 释迦牟尼佛知道阿娜女已经痛改前非 所以就教他什么 金刚天眼三昧 修这个样子的金刚三昧 有没有 让他肉眼坏掉 但是反而看了更多开天眼地域 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变化 他辽若执掌 比这个肉眼还好用 但是他有那个根性 所以你都不要轻忽我们学到的一个态度是什么 所以我最载在道场讲的时候 我们道场有一个宜萱 我听前前讲 他以前上课就睡觉 我刚来道场的时候 我认识人也不多 我确实注意到一个女孩子 晚上上课也睡 第一堂上课也睡 下午睡吧 他还睡 结果大家就跟我讲 那个人他很爱睡觉 结果那一次后学 吴玉宗讲的这个 把他吓死了 下课马上来找后学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他名字 我说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从那一次以后上课 我就发觉 我自己的课 我发觉他想睡 他都硬撑 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要一坐下来 他就想睡 实际上那个就是夜 仗着你不能听经文法 不能听经文法 你的无名就不能敢 不能敢就永远在六道灵魂 所以我们的冤亲寨主 来障碍我们的方法不一样的 你要能够抓出他的伎俩来 有人爱苦 有人爱吃 有人爱吃头 对不 大家障碍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的阿纳律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经书168页 这个结果又谈到什么 阿纳律没有眼可以看到 拔烂陀龙 拔烂陀龙是什么 是龙王 他耳朵不能听 他是用他的龙脚在听的 后面我们在25圣元通章 都会介绍到他们的故事 所以这边就不要多说了 一般后面还要再重复浪费时间 行且神女没有鼻子 但是他能够闻到香 焦犯佛提 舌头不好 但是他能够知道胃 那是跟他的过去生有关 焦犯佛提 过去生一句话讲错 做了五百世的牛 他是修行人 出家和尚去转世做牛 因为他修行 他有福报 所以他做武的时钟 做牛王 做头 所以不要以为修道人 都后面都是做什么 做菩萨 做武的也有 最后面去这些人做事情 做多福报多多 后面去做武 你不用自己去警察来吃 其他武版来给你吃 你要做这样的吗 不要吧 他五百世做牛 做牛王 五百世做牛王 后来他的夜报满了之后 他转世到人间 从头开始修 过去生修到的那种经验 又慢慢浮现 他发奋徒奖改 一直到他修成阿罗汉 各位前线 他做牛的习性还没有改 所以你看那个习性难对 有吃东西 有看到那个有毛巢 那个嘴巴的磨合的声音 啪啪啪那样子 有没有 他到阿罗汉还有这种情况 很多人看他就会嘲笑他 释迦牟尼佛知道他已经是阿罗汉 你嘲笑他将来你就会将来去做武 因为他就是过去五百世以前 他做出家习生的时 他看那个老人家吃饭 有没有 嘴巴没嘴起 这样薄来薄去 你就笑人这样没嘴起 好像有薄草 那人跟你说我已经是阿罗汉了 你不要照顾过 他不想听 假设就这么嘲弄 所以后世得五百世 他后来虽然马上忏悔 还要去受过的 所以你不要动作 你累下一个年忏 这样无用心都嘟嘟完了 没这种事情 那是表是你知道自己的犯 但是你犯的过程 你犯完要打这条英国 他做阿罗汉他都免不掉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他正国以后 就让他到天上去住 不要被人间的人看到 一直到什么 到释迦牟尼佛入灭 然后大家设上 请人家到天上 把他请下来参加结集经典 经典结集完之后 他只叫释迦牟尼佛走了 瑟利佛也走了 他就视线神通 引三妹真火把自己给烧掉了 他入灭 多么潇洒 我们的火不是自己点的 是别人帮我们点 点的时候我们还化 快走啊 快走啊 我马上回去的时候 我也要化 我不敢不化 大家都化 我如果不化 到时候有什么事情 怎么 其实没有灶 你如果说入火不焚入水不腻 你就不用怕 他就不会被烧到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才能够做到 要不然你会怕 为什么你对那个肉 帮你够做到 你就吊在那个肉 帮你去看 这人怎么办 会像我的肉 帮你会觉得他在烧 就烧到你一样 所以临终之前的事情要好好处理啊 或许年底要在联园 他们教会也讲这一堂课 你不会处理啊 都死到这样不情不愿 不是上天对我们不好 我最大的感慨不是啊 上天的奇迹在每一个修道子的身上都会展现 是你接受不到上天的福音 你才把自己丢到这么辛苦的一个环境当中 顺弱多神 他没有身体 他是封神 但是他能够 他没有身体 他就能够觉到 你没有身体 你怎么能感觉碰到什么 但是他能 然后还有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释迦牟尼佛给他添加的一个神力啊 还有谈到什么 谈到摩赫加瑟 摩赫加瑟九灭一根 各位以前这是阿罗汉 这个九灭一根 这个在三界之内分为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都叫做什么 有生灭的定 那叫做三界内的定 还不能跳出生死 但是摩赫加瑟把第六根扶住 那个叫做灭兽享定 灭兽享定 射兽享他灭掉 第七世的行音没有破 所以他要继续往上提升 但是把兽享给灭掉了 六根对六成 他没有兽的感觉 他就不会有妄想性 他就可以不来三界兽神 所以人要能够定功是什么 定功是这个东西对我没有影响 不是坐在那些地方没充当 但是你没有先前先坐着不受影响 你在四面的环境行处坐卧 处处都会被迷 所以这是一个前置功夫 你必须培养的前置功夫 后面才会有那种火候 所以阿难 如今诸根若圆拔矣 现在你的六根如果把妄想心给拔掉 内淫发光 里面的那种自信的光往外去散 如是浮沉 那你对这个色身 对外面的气势间的各种因缘和合的东西 如汤消冰 就像那个热水浇在那个冰块上面 冰块马上就融标 里面的真如自信展现了 妙智慧就能够对应外面一切花花镜 当下立判真假 而不被他们迷 我们就是判不出来 所以我们迷啊 所以应验化成无上之觉啊 所以我们在突破的那一刻 所得到恍然大悟就是这样子 我们眼前也会有短暂的恍然大悟 悟完了马上又掉回去继续迷 这边讲的是 你已经真的一悟永悟 永不再迷的意思 所以阿奈 如比世人聚见于眼 世间的人以为眼睛能见 但是把用手把眼睛给合起来 眼前什么都看不见 六根黯然 头跟脚有没有相类 我们讲六根看然 你说这个是头这个是脚 你根本分不出来了 这个叫做相类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用手 我眼睛看不到 我用手绕着外面这个东西 我去给他摸一摸 我就约略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寻什么 比虽不见头足一变 你一个人站过来 我眼睛看不到你 我不知道你的头在哪里 脚在哪里 但是有人拉着我的手 摸着你的头这样摸下来 一直摸到脚 会有人把头摸成脚吗 不会吧 就算你把它颠倒过来 头跟脚长相也不一样吧 或者说 我好像摸到脚 脚这个头动这个脚吗 不可能 那我请问你 手是不是也可以看到 眼睛不能把它看到 手是不是看到 只是看的没有什么 没有眼睛那么明确 所以佛就用现象界来讲 你还没有正位 正物成圣人 但是你眼前的六根 它就已经有取代了一些功能 鼻子塞出不通 可不可以用嘴巴 可以啊 只是辛苦而已嘛 是不是 所以 原见英明 这个见是眼见 眼睛能够看到东西的功能 是因为什么 仰赖光线的一个照明 如果没有光线 暗沉无见 那不明自发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如果眼前没有光线 我依然能够摸索到 我透过我的手去摸 那纵然眼前一直没有光线 折住万象 永不能昏 我在这种黑暗当中 我也不会茫然失措 你看我们如果真的觉悟以后 多好 根成继枭 云和绝明 不成原妙 六根对六成 你再也不起心 不动念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你的 我们讲 六根就可以互相替代 阿罗汉的位置 实性位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已经原妙了 就是你已经恢复你原命的自信 但是还有沉沙无名未破 所以不叫做究竟如云涅槃 叫做偏真涅槃 还偏 偏一点 还差一点 可是阿罗汉就有这样修养 他有一个名号叫做应供 应供就是足以值得人天的供养 佛有一个十号 十号之一的叫应供 所以你不可以小看阿罗汉的修养 他有一个法号 跟佛的十号是一样 都叫做应供 就是内在的修养 职务与值得大家去用供养他了 所以阿难就活佛言 世尊 阿难听到这边就开始问释迦牟尼佛 如佛说言 因地决心 欲求常住 要与果味明目相应 他宁在前面有讲 在人间修行 到我们尘无上正的正觉 从开始起修用的心 跟果上成就的 是同一颗心 对不对 就提到 那 收到世尊 如果味中 如果味中就如来果味 171页 我们看到这一页的经文 菩提涅槃 真如佛性 安摩罗世 空如来杖 这七种名称都不一样 那都是代表我们的真如自信 那七种名称的差异在哪里 后学在这边约略跟大家介绍 帮助我们有一些前嫌 你要讲课的时候 能够知道 看到这一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菩提代表智 所以我们讲 智又分很多很多 实性菩提啊 真性菩提啊 方便菩提啊 对不对 这个就 看到菩提 它就代表智 所以我们讲 转烦恼为菩提嘛 为什么 因为人本来的这种妙智 它不能显现 就是有烦恼覆盖 我们把烦恼去掉 妙智慧就显现于外 所以才讲 离烦恼所之障而成的智德 你烦恼现在不但 整天还稀有千千节 这个字就不出来 涅槃是什么 涅槃是断三祸 要谈到真正的涅槃 是已经了分断生死 变异生死 看变异生死 一百七十一页 各位前前到 第十行你看 后面这个变异 我写成这样 我打错了 应该是这个变异 变异就是你的修为 是越来越提高 凡夫先咬分断 分断就是 我们在没有出三界以前 每一次来人世间 我们会转变不同的相貌来变 男的女的啊 然后有的时候变其他的 这些触道的形体 都有可能 所以谈到涅槃就代表有没有 你得到解脱 那这边是代表你的原民的妙智慧已经展现 这个代表你解脱 虽然意思差不了多少 有智慧自然能解脱 有解脱就代表智慧现前 但是在佛经里面这些不同的智慧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他涵盖的意思是不一样 读经觉得很难理解就在于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 你如果了解这一句话代表的意思 再解他就比较容易点了 这个也不要强辈 多听几次就会了 接着 安摩罗式 安摩罗式就是我们常讲的无垢式 也叫做白净式 现在坊间有人讲 哎呀 光阿赖八式还不够 还要第一个第九式 这个第九式就是指无垢式 意思是把阿赖耶式 里面那个生相 生灭的那个东西去干净以后 所独立出来的真儒叫做什么 叫做安摩罗式 这个是你要成佛以后 才能够称为安摩罗式哦 如果我们还是在凡夫众生 我们是阿赖耶式 为什么里面还有无垢覆盖 成安摩罗式就是已经没有无垢了 没有无垢 他展现的作用是什么 善能分别于切法 不被一切法所染绝 这一句话 那这七个名称 对于讲师的人很有用 一般到亲戚就听着 就过去就好了 不要强劲 一般你会觉得好辛苦 因为大家要知道 他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OK 空如来藏 当你恢复到你的 我们讲 恢复到本心以后 觉得唯一真心清静 本来无一物嘛 对不对 这个叫空 空藏 自信本来清静 叫做空藏 那藏是什么意思 如来藏心的意思 这个如来藏心里面 本来无一物 称它为空藏 这是谈本体 我简单介绍 因为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大元禁制 转第八阿赖耶士所成 动策万法 那这边就出来一个问题 安摩罗式也是把阿赖耶士 进化完毕以后 称的一个名称 那这边要叫做大元禁制 那这两个的差异性在哪里 你如果要了解这个差异性 你必须去读维氏 维氏里面的八式规矩 宋里面 后学看过这么一句话 所以提供大家做参考 他们两个所产生的功能 还是有差异性 安摩罗式善能分别一切无染灼 大元禁制 它不分别 它像禁制要把万法把它造起来 它不分别 它只是应物 就像禁制应物一样 那后面起分别的是什么 是安摩罗式 那安摩罗式起分别 不会因为分别 而有不同的对待 这个就是两者强分的差异性 所以听听就好了 不用强计讲师你就必须要会 要不然有一天研究为氏 你就解不清楚了 这边有讲 所以你看他讲 大元无构同时发 普照十方成煞中 所以佛陀在照见世间众生的时候 他是大元禁制无构四 同时在产生作用 才会让他能够照见宇宙的万法 然后善能分别一切法 他会因才施教 而什么不被这一切法染住 如果分别以后有染住 他叫做凡夫 我们也能分别 但是我们的分别照自己的主观意识 所以喜欢的高兴 讨厌的有没有 你就不高兴 这个简单介绍就好 这是专业名词 后学尽量把它写清楚 带过去让各位姐姐 约约知道将来要找资料 你在哪一个范畴去找 老菩萨最重要是了解 眼前要怎么修 那才是最重要 佛学名词寄一大堆有没有 你现在种下去就好 一粒耳根涌成道种 你说我就水放不下 你不要烦恼 经济放在产里面 你忘记拨过种 那个种子在不在里面 在 撒下去它就在 这些人欧度里有点慢 有些人开始 那个种子预言 它就会开始开始长 你听这个东西 就会比别人来的轻松 你听过了 从来没有听经文法 我白浪费的 没有 因为你只要经历过了 它就成为一粒种子 我们看经文172页 若此见听 这个能见离听六根 离于外面的明暗动静 看172页 这些种种的外向 避静无挺 六根一定是对静 才能生心 你眼睛要能看到 有像的东西 耳朵听到声音 身体碰到东西 我们才能够起分别 对不对 如果离开外境 请问你 你眼睛看什么 看不到 放你一个人坐在你里面 没拨 没人 没几个东西 就问你要看谁 你的有眼也不能产生功能 是不是 所以这些六根 都是对静而起共用的 那如果没有静 你就不生心 那犹如念心是什么意思 是你对静以后 有没有 第六四的主观意识 起了分别的作用 你把它当成是你的真心了 我们从过去以来 没有研究道理 即便我们求完道理 你还是把这个忘心 当作是你的真心 你不要搞定 我都没有当作 那个就是你夸大其词 连阿难尊者 长期跟着释迦牟尼佛旁边 多文第一 他还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讲的真心 跟他自以为是的 第六欲识的 忘心的差异性 他都不知道 我一想 这就是真心 我最好就是道心 最好就是人心 你怒了 真心没有想好的 没有想坏的 所以叫做不失善 不失恶 真心起来的只有存善 既然存善哪有好坏之别 都没有了 会让我们对境起分别的 那个都叫做第六欲识的忘心 你把第六欲识的忘心 当作是真心在修 那叫做磨砖成静 那准备 你怎么把他忘 也不可能变成静 主杀是不能成犯的 所以叫做错用心 真心是离开六根 他还存在 我如果没有外境 各位心 我里面就不能起分别 对不对 我今天看到五讲师 五讲师精神很好 对不对 假如五讲师人不在 我还能够分别他的精神 好不好吗 不能 所以没有静 这个分别心就不能存在 对境起的分别心 都是忘心 那真心是什么 没有静 他还依然存在 那个叫你的真心 那我对境起的心 不是真心 那忘心呢 忘心是因为一念无名 在道心的上面染灼 他起的忘用 他还是真心的作用 但是叫做忘用 他有无名的染灼 所以云和将此 必尽断面以为修阴 你怎么可以将这个 依附着外城 进来则有 进去则无的 这种生灭的忘心 当做是真心 然后你就想修行 成就将来的这些 所谓的七常祝国 成果以后有没有 自然而然才产生的 这种妙用 他说世尊 这是阿难问 若离明暗 见闭即空 如无虔诚念至心灭 假如没有外境的变化 那么就没有这个 妄想心的一个存在 但是我进退 我们看173页 我往前看 往后看 假如有没有 没有外境 就没有我的心 那也没有这个一切的 为我心所对应的境 那我要用哪一颗心 去求无上正等正觉 可见他还是不知道 真忘之别 还是不知道 他以为这个 没有境就没有的心 是妄心 可是没有境 我那个心就不起来 那这个心都没有了 那我要用什么来修呢 他还是把妄心当真相 所以如来就讲 圆战 战经圆长啊 他说我们的真如自信 本来没有见闻觉知的一个障碍 他是长处不灭的 不论你看到任何一物 你起分别不起分别 他都是真心的作用 差就差在 起分别叫做妄用 他有无名的覆盖啊 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去 去什么 去在追逐真跟妄的一个差异性呢 他说忠诚戏论 你还是不了解 有没有佛所讲的一个道理 所以释迦牟 阿难就请释迦牟尼佛 围垂大慈的开我名利 希望老师慈悲 再为我详细解说一下 你看我们多幸福啊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佛告阿难 入学多文 你多文第一 未尽诸肉 只有学 但是没有拿来用在生活上 所以烦恼没有断尽啊 心中图知 你知道很多道理 知道哎呀我眼睛看到什么 不要伸心 耳朵听到什么不要伸心 这些都是一些妄念 你都知道 但是真实境界现前的时候 都做不到 你无从判别 这一句话就讲到我们 我都会让他讲 你看我讲到多好听 讲到整年头听有没有 现在一整年已经把这本经 讲到第二本 都讲完了 但是啊 也做不到半评 这个就是进来的时候 就超出自己的一个 控制的能力啊 那怎么办呢 还是要不断的磨啊 因为没有人帮我磨 只有自己磨啊 所以恐辱诚心 犹未幸福 174页 我怕你还不了解 有没有 这个佛陀讲的道理 所以我就将事件上的一些 现实情况有的东西 我拿来给你做比喻 来破除我们的疑惑 所以我们跟人家讲道理 本来就要深入浅出的 你看佛陀一路讲 都用阿难尊者 他们能够了解的东西去解释 讲太阳讲月亮 不要老是讲一个大饼 那个大饼画在虚空当中 有没有 天都沙没听 半天也沙没去 不知道在讲什么 我们引导人 本来就是用现象界的东西 引导人 你看我们指导小孩子跟教大人 技巧不一样 但是引导的东西 一定从现象界去找出来 所以即时如来 当下有没有 释迦牟尼佛要有什么 生活上的真实教育 他叫罗侯罗 敲钟 他就问阿难 你听到没有 阿难跟 还真巧了 那个不是钟 那是鞭炮 阿难就跟与会 大家 我听到了 对不对 然后一下子钟声就消掉 然后佛就问大家 那你们现在听到没有 大家就说 现在没有听到了 这个是很正常 这个还有什么好比喻 后面妙就妙在这里 然后又叫罗侯罗 又再敲一声 佛又同时问 大家的答案还是一样 结果175页就来了 佛就问阿难 他说 辱云何闻 如何不闻 你什么时候听到 什么时候没有听到 阿那就马上就回答 释迦牟尼佛 你集中的时候 钟声响起来 我就听到 经过一段时间 钟声不见了 我就听不到了 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道理 你问小孩没达成 他也知道 没声就听了 没了 对不对 结果如来又叫罗侯罗 又集中 又再问他 现在有没有声音 注意喔 刚刚问你有没有听到喔 现在问你有没有声音啊 大家就讲 有声音 过一阵的终身 歇了以后 佛大家又问 现在有没有声音啊 大家说 没有声音 前面问有没有听到 后面问有没有声音 然后又叫罗侯罗 然后又来敲钟 这个罗侯罗当一天的工友 陆重啊 这个一定很辛苦的 佛又问 那现在有声音吗 大家就讲 有声音 于是 佛就问阿难 什么叫做有声音 什么叫做没声音 阿难就跟大家一起回答 这种 有声音 大家都争相抢后的耳妙 表示我无腰盖 大家都讲 终身如果想起来 被敲击就有声音 敲击久以后 终身没有了 叫做没有声音 于是佛就跟阿难讲 还有语会大众 你们怎么言语颠倒啊 我们看176页 大众跟阿难就讲 什么叫做言语颠倒 我们什么地方讲错了呢 佛就讲 我问你们听到没有 你们说听到 我问你们有没有声音 你们说有声音 那听跟声音 一下有听到 一下有声音 请问你 你们给我的答案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不就是颠倒吗 交乱就是颠倒的意思 我没讲啊 结果阿难就讲 他就问阿难 他说阿难 声消无响 当声音没有的时候 外面没有响声 你说没有听到 假如你没有听到 若实无闻 你没有听到 那个能听的 闻性已经不见了 那你再起来声音 你就不应该听到 还有 如果你没听到 你怎么知道 外面没有声音 你还是有听到啊 你听到没有声音 对不对 可是佛问他听到没有 有声音他说听到 没声音他说没听到 你没听到 你怎么知道没有声音 所以就这样 你就抓包嘛 你就会不会说嘛 老师给你问 你就轻差回答嘛 但是 世尊这个老师 很 就不应该给他 他就了解 如果是我们做老师 我们就不会这样 搞定了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那些差别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他讲 知有知无 这是生成 外面有声音 没声音 那是外境声音的 一个变化 对不对 但是你的文性 会因为 能够听到声音的文性 会因为外界 有声音 没声音 他会跟着消失吗 会不会 不会 聪明 那是因为他听 第二次论言经了 听第三次的时候 有没有 他就能替我 帮你们讲解了 我第一次看 这个段落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奇怪 差异性到底在哪里 后来才发觉 我们听不见 声音的时候 你还有听到 所以龙子听不到声音 他有没有听到 有听到能力 他听到是 没有声音的一个环境 就像我们在外面 鸦雀无声的时候 你听到无声的环境一样 只是耳朵失聪的人 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他永远处在无声的境界 是声音不在 他听到无声 知道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 有声没声的一个差异性 那声音来跟去 你的文性从来没有消失过 那我们不是 静变我们的心就变 这叫做逐境流转 他说世故阿难又在讲 乳于文中 声于文中 声音在你那个能够听闻的文性当中 声音会有来有去的 这个叫做生灭 但是非为辱闻 生生生灭 但是你的文性不会因为外在环境 声音的来去 有跟无 这个文性 他就有跟没了 所以你们讲 有文 现在有没有声音 听到没有 听到 没有声音 你还是要讲听到 为什么 听到没有声音 知道了吗 你不能说有声音听到 没声音就没听到 那就表示你能听的文性 跟着外面的声音也不见了 他意思说 你这个地方就是 我没讲了 就讲阿难 你们讲话怎么颠倒 这样才证明各位前嫌 外面的境界一再变化 我们的文性从来没有动 你何苦要因为外界的变化 而去牵引自己的心 而有起伏的不同 所以 乳上颠倒 获生为文 你们把声音当作文性 难怪你们糊里糊涂 把常常存在的真如自信 有真如自信 信在人在 六根才有见闻觉知 秀成的能力 你把这个真如自信 当作那个随敬而有的 利诱意识的分别心 把它合在一起了 那个能分别的是你的望心 那个不分别的才是你的真心 你把望心跟真心合在一起 因地不正果遭欲区 错用心思 他这段强调的是什么 所以离开各种外在境界的变化 奉进必设开通说文无信 那这些东西各位前嫌 假如六成根没有了这个信的一个存在 这个六成根是没有功能的 这叫信在人在 信聚人亡 没有那一点灵光露体 各位前嫌 耳朵有六根都聚全 你也是不能听不能闻 结果我们把这个假的东西 当成我们毕生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个真正能够六根的主人 我们把他丢到一边去 这个就是有没有 任奴为主 任贼为父 那个六根都会残害我们的身心 让我们再六到轮回 我们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眼睛不够大 割个双眼皮 割大一点 对不对 耳朵上面穿一大堆 都给他化妆一下 鼻子龙高一点 嘴巴也有人把他削 什么都去做 那个跟你的真如智希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们叫错用功夫 他如重睡人 就像那个 重睡就是深度睡眠 睡得很熟的人 这个也不简单 你会大人 按时都睡不着 早上就睡起来 按时就没睡 睡在床上 家里面有人 在他睡觉的时候 在倒米 聪明 这个人在睡中 听到那个聪明的声音 用那个木杵在倒的时候 他以为是其他的东西 其他东西的声音 叫做错觉 以为是几鼓或壮中 他在梦中就想 哎呀这外面 弄中的把我吵到 他不知道是人家在聪明 聪明的时候 咚咚咚 他当作是鼓声 因为他眼睛没有看到 他用耳根听到 所以等他忽然醒来 他才知道 马上就知道什么 揣之就是树之 那个是倒米的声音 他就告诉他家里的人讲 我刚刚睡觉的时候 听到这个倒米的木杵的撞击声 我还以为是哪里在敲锣打鼓的鼓声呢 是梦中人起意动摇 开闭通声 他这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 六根是闭起来的 史上只有一个人睡觉 眼睛张开 叫做张飞张法律主 我们睡觉 眼睛都闭起来的 听说眼睛张开 个性很暴躁 但是我觉得眼睛张开 有嚇阻小偷的能力 他会怕到 那这些六根都闭起来了 请问你 他居然还能够接收到外在的声音 奇形虽昧 整个人躺在那个地方了 看起来在睡觉 但是文性不灰 灵性没有跟着去睡觉 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才跟各位前一前讲 睡觉前听佛曲 它会达到进化的作用 对不对 会把你一天的阿赖耶士 脏的东西 它会产生作用 然后你会在睡觉的时候 会跟着外面的佛曲 会去转动你的佛号 我们不能念五支真言 你就念南无米勒夫 我建议你们听这一部 讲成一个习惯 这个就是进化 身体要休息 灵性不需要躺着睡觉 知道了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人睡觉会做梦 如果都睡觉 他梦从哪里来 那个都是灵性潜意识的作用 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去掉无明以前 他所起的那种梦 所以纵乳行销 命光牵械 纵然你的肉体不见了 这一身的肉体的生命消失了 那这个灵性怎么会消灭 所以各位前写 别怕死 我们人是不会死的啦 是这个衣服扑起 要换一顿好的衣服 再来洗干啥事啦 你就不用怕死 要每天跟自己说 我不会死 我不会死 如果要回去就是要换衣服 那就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天要换漂亮的衣服 又不用花钱 现在过年也要穿衣服 要花钱 探钱很辛苦 老后如果没有 年轻人给我们奉猜 没有钱 没有钱 要买衣服 要辛苦 老后一口 没有买来的时候 有衣服 要穿衣服 让你换衣服 你痛苦 要做什么 好像一种人要痛苦 在洗干液 在洗干液 没法把饭 在在手朵 不知道要死去哪里 有没有 你才会痛苦 我们知道所在你怕什么 对不 不能讲太多 讲太多 今天讲不完 下次要打带过来 你累我也累 所以耽误你们十分钟 所以以诸众生 无死来 无死结以来 友情众生 这个六根随着外面的色身相畏触法 随境流转 从来没有回过头来知道 六根的根性里面 那一个真主人 所以你不要让他抬头做主 不寻所长 逐追生妙 回到经文 我们看179页 没有 我已经打上来 你看这句 以诸众生 无死结以来 我们就是所有的众生 其中的一位 无死结以来 以现在讲 六万多年以来 被这个假的六根给骗了 追逐外面的一种享受 从来没有想要好好顾持内在的一个心灵 只要今天我们一旦觉悟了 不寻所长 我们讲 这些的事情 众生 常是指你的真如自信 常住不灭的 如果我们能够 什么 像反一般的人 我们讲先算到前面讲好 这是什么 被外境所诱惑 寻就是追逐外在的声色 而不去追逐自己的真如自信 也就是不守住自己的真心 只是望随着外沉静的变化 而有来来去去 于是生生世世 在六道流转 扎染就是六道 互相替换 若气生灭 如果我能够离开外境的变化 一切的变化 我守住我的真常 手心不动了 常光现前 我的性光就现前 这个常就是你真如自信的 妙智慧就现前 妙智慧现前 六根对六成就不起分别 所以十八戒硬实削弱就不见了 这个就是谭经里面讲的 一行三昧 时时刻刻在定中 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 各位前前 我们再看到一百八十月 我扫打了这一句话 什么话呢 他说想象为成 那个能够想象的 能够分别的第六旺意识心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成构啊 会覆盖我们 事情为够 你的情势的变化 那是第七次 想象那是第六次 事情是第七次 更深了 这两种六七两种 你在人间修行 把它进化完毕 二距远离 一百八十页经文 离开第六意识的想象 离开第七意识的执着 责辱法眼硬实亲民 你那个本来具足的那个 眼就是什么代表功能 代表得用 你本来具足的那个能力 就马上展现出来 当下就成了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六谈经讲 六七因中转 对不对 五八果上成 因地修行都在转 第六跟第七的 一个分别 一个执着 所以我们最后 为这一份经 我们做第二份 这人言经的第四卷完毕了 我们做一个结论 你看 我们的能见 就是里面有一个 我能够看到东西的 我在里面 鉴于外面的一切的境界 心就取这个境 对这个境 我们就有贪婪 就叫取境 这个境又过来牵动我们的心 加强我们的贪婪心 最后发出六种妄心 六种妄心 透过眼耳鼻舌生意 出去的见闻觉知 秀藏之心 好听的难看 所以六种妄心 汲取六外境 色法心法合合 结成六根 这是前面讲的 葡萄爪姿 形成的原因 所以只要对于外境不贪恋 外境是色 心不动妄念 那你这个东西 就完全有妙 六根就可以互相替用 而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是说我这样修完成功 六根就不见了 你看那些的大阿罗汉 你看到他 他还是有四线六根 只是那个六根他可以互相替用的 所以一再跟大家讲 对境要无心 无心就是不起分别心 欲缘要不动 善缘恶缘都要把他聊 我们才能够情界脱缠 这是一个友情世间 外面是依报的气世间 让我们住的 你要能够对境无心 欲缘不动 才有脱离这个气世间的机会 才能出三界 所以谭经讲 体静用限 一念清静 那无妄之心 没有妄念的心 于是就成无上菩提 正等正觉 这是最后180页那段经文所讲 所以各位前嫌 不论你看哪一教经典 他都叫你修道要修心 心是阴 阴是种子 外面的环境只是缘了 为什么讲 佛没有善缘恶缘之别 因为心好 心干净了 种子就好 对不对 遇到恶缘也会结善果 逆争善缘 忍入先人 成就了他佛 佛陀的果位 对不对 心如果不好 种子不好 遇到善缘 他也会结恶恶果 所以如果你修道不修心 纵然现在有三部离 这么好的外在的条件 帮助我们 也未必能够开出好的结果来 为什么 没有用三部离的这些的善的因缘 去掌养这一颗善心 那他就结不出好的果子来 所以心是三界 升降了官牛 凡夫六道轮回是由他 成圣做主也是由他 所以好好把握我们能够学习的机会 善用我们学到的机会 掌养这一颗心 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总希望有一天不间断 弃而不时的修 我们终能够明心见心